哈囉,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是問路人 有沒有覺得好久不見啦 我們自從錄完了紅藥丸九鐵折跟紅藥丸三部曲之後 真的好一陣子沒有在出產新的作品了 然後,為什麼今天會突然想到題材啦 要出新的作品了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籌備啦 但是,就是Podcast的部分 我有沒有想說就沒有題材嘛 就...也沒有特別想要錄的東西 結果今天呢 今天是七月...七月幾號去了 五號 七月五號...欸是過十二點了 對對對,七月五號,禮拜日的時候 我去參加了AB的異想世界的AB大 他在台北辦的那個...講座 對,然後我去當工作人員這樣 結果今天,有五位 大概五位左右的人 來跟我打招呼,我說欸你是阿亮嗎?這樣 然後,欸你是問路人的阿亮嗎? 我就嚇到,我就靠腰 阿怎麼我們這個默默無名的頻道 默默經營 完全沒有特別去宣傳的頻道 居然有人認得出我喔 真的喔 還有一個人,我印象很深刻 他跟我說他是聽聲音 認出我的 哇靠... 幹那個...眼淚都要流下來了 哇... 最重要的不是這個喔 最重要的是認出來的人裡面有三個跟我說 阿你們怎麼...很久沒有出東西了 很久沒有出新的Podcast了 很久沒有聽你們幹話了,我很... 我怎麼都不知道,然後就到這邊 我都不知道我們有這一群 makan 幹 幹 我不知道我們有鐵粉 所以...我沒有鐵粉 我眼淚都要親下來 每天都在哭出來 忍著收回去 boy 好 哇塑 所以 所以 這不就來了嗎 我聽到你的心聲了 我今天去工作人員忙了一整天回來 我第一件事就是錄Podcast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了 而且昨天其實也有人問我說 我們最近有什麼動作 因為他已經等很久了 啊 沒有啊 我們還是有動作啊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錄了四支影片 只是因為還在後製中 還沒有上架啦 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啦 大概 我預告一下 你聽到這支Podcast的時候 我頻道 我們頻道最近的那支影片 第一支應該上了 那剩下三支就 再等一下應該就會出來了 第一支是什麼呢 第一支是 預告一下 是問路人女性觀點 哇塞 欸 其實我記得 我好像在三支Podcast的廣告過是不是 沒有忘記了 忘了 那我敲網 敲N就 到底什麼時候出啊 總之反正就是 訪問了一位常常被搭訕的女生 那她對於搭訕的看法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聽到這支Podcast 還沒看影片的話 記得去我們問路人頻道 看這支影片 Youtube OK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 要錄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這一集 主要是要找阿亮他來談談一些事情 因為他最近遇到了一件事情 然後深有感觸 滿有感觸的 然後他還在自己的IG PO了一篇文 優質文章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追蹤一下阿亮的IG 那剛好 或是FB也可以啦 對 剛好我跟阿翰啊 都是跟阿亮一樣有同樣的想法 那所以就藉由今天這個機會 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所以 來吧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好 那就不要賣關子了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對自己的人生 負起責任的這一件事情 哎呦 聽起來好像很正常 本來就應該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阿 公殺小孩阿亮 是這樣的 反正我最近 遇到了一件事情 詳細事情內容是什麼 我就不說了 反正總之是這樣子的 就是讓我察覺到 其實 其實我以前也寫過一篇類似的文章 我是覺得有 有一點關係 但是 重點是這樣的 我發現其實很多人 尤其華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推卸責任 就是 就覺得這不是我是阿 這不是我錯阿 你應該去找別人阿 這不是我的問題吧 你們應該都有在 就是無論是 大學分組報告 或是高中 出社會應該很常遇到這種人 對 就喜歡推卸責任 或者是 另外一種就是 喜歡把自己 就是會 把自己 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把自己當受害者 對 什麼意思呢 站在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受害者 你確實是一個受害者 沒錯 可是為什麼會說 你不要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是因為 你當你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受害者的時候 那別人 自然而然的就是一個加害者了 對不對 對 那當別人是一個加害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喔 我這個 就是 或許喔 假設你今天不是真的受害者 假設你今天不是什麼性侵阿 或什麼那種受害者 你今天可能就 只是一件小事情 可是你就覺得說 我是受害者 阿對方是加害者 那你把他灌上這個頭銜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阿幹阿 這都是別人的錯阿 別人的問題阿 那當你在這麼認為的時候 你其實就葬送掉了 自己可以努力的空間 而且你會覺得 身邊的人好像都在跟你做對 其實沒有 對啊 你就覺得 都是別人的錯阿 都是別人的靠邀阿 像是 我以前很喜歡靠邀那個體制嘛 靠邀老師嘛 那確實這些是有值得可以靠邀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什麼 當你在靠邀體制 靠邀老師的時候 像我啊 我在靠邀體制靠邀老師的時候 我就會 忘記了自己 可以改善的地方 欸 除了你在靠邀這些事情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是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像我印象很深刻阿 我前陣子去諮商的時候 我跟我諮商師常常吵架 因為他是 他很喜歡挑戰我 很喜歡面知我 那其實他 他說的事情都是對的 但是我是覺得很靠北 像是 我在跟他講說 我就很不喜歡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的大學算是管蠻嚴的那種 我不想我們大學管那麼嚴 莫名其妙 一間大學搞得像高中一樣 我媽管那麼嚴 然後 諮商師問我說 那你這麼不喜歡這些學校 你為什麼不轉學阿 然後就 可是轉學就很麻煩嘛 我就不想轉學阿 可是你看 他是不是直接戳中我的那個痛點 阿對阿 你在那邊雞巴你不服體制 可以阿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離開這個體制就好 你為什麼 可是我就 對嘛 那你不去做 那你靠邀殺小 其實就是 類似這種概念 那當你把自己放在 受害者的位置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都是別人的錯阿 那既然都是別人的錯 那我還有什麼好努力的 這是一個例子 那我剛剛舉的 靠到老師 靠到學校 那 其實還有什麼 分組報告 其實生活中還有很多的例子 你們兩個有沒有想要舉例的 有 超常聽到 那個工作的事情 超常 昨天剛好我跟我女朋友吃早午餐 然後隔壁桌就坐著一對女生 應該是 同事之間的關係吧 然後 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一個阿姨 她就從頭到尾吃午餐的時候 都在抱怨她的另一個同事 她的情況好像是說 就是 那個公司有一個 有一個女生 就是請產假 所以來了另外一個 新來的比較年輕的同事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阿姨就一直在抱怨 就是那個新來的同事的事情 然後 然後 接著 整個 公司都被她罵過一遍 哈哈哈 然後 我跟 好像蠻常見的 我跟 女朋友在那邊吃早午餐的時候就 看那個阿姨的聲音真的是 因為就在隔壁桌而已嘛 整個都傳到我那邊來 然後我們 完完全全都聽得到她在講什麼 什麼 那個 那個小姐她就每天都發三次瘋 每天都在攻擊我 我就跟她說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跟女朋友聽起來就覺得說 那個阿姨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問題 問題 然後 但是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一句說 喔我自己也有問題 我該反省 完全沒有 嗯哼 那都是別人的錯啊 然後一直在抱怨說 公司的誰誰誰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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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後來就是 我們離開那間店之後 就是 女朋友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們就說 這個阿姨她這麼討厭她的工作 然後 第一個她 不想 她不離開這間公司也就算了 她也沒有想想說 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問題 人家才會那樣子攻擊她 對啊 自己沒有問題人家幹嘛攻擊你 對不對 嗯哼 然後 然後 我就說 其實這件事情很常見 就是很多人阿 他們就是在一個環境裡面 當 自己覺得好像被受害的時候 然後 從來都不會 反觀自身 去關照自己 內心 都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外面 放在別人身上 當 可是白馬 就是 可是如果有人在那邊 尻腰說什麼 欸你們就是檢討受害者 那怎麼辦 蛤什麼 這樣說一次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聽我們這次爬CAS 聽聽聽這樣 說欸阿你們這樣不行阿 你們問路人這樣 是在檢討被害者欸 你們怎麼可以檢討被害者 蛤 為什麼不能檢討被害者 蛤 什麼意思我不太懂欸 就是 他們有些人會說 欸明明這個人是受害者 他是被害者 那你們怎麼可以 社會輿論 或是你們怎麼可以這麼殘忍 怎麼可以檢討被害者 他是被害者欸 問題是 現在我們不就是認為說 有些人他不是被害者 但是認為自己是被害者 嗯哼 其實有些人 根本就是跟你講的一些話 就只是在 陳述一些事實而已 可是 就是聽的人 可能 就會覺得被攻擊了 因為自我價值低還是自卑情節什麼的 就會覺得好像人家是在攻擊你 其實沒有阿 就沒有阿 其實我剛剛想要倡導的信念是 我們並不是說攻擊別人是對的 或者是被攻擊這件事情你就當沒事 不是 這問題是有些人他不是在攻擊你阿 他可能是在給你一些客觀上的事實 或者是在給你一些好意的建議 他可能並不是代詞的諷刺的意味 或者是就是想要批判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真的 就是會往心裡面去 然後鑽扭腳尖 覺得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負他什麼的 其實根本沒有阿 我不要講我昨天吃午餐 聽到的那個阿姨抱怨的 我光是就是現在的工作環境 就有這樣子的人 而且也是已經認識很久的人 然後就是很常聽到 他們就是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聽過他們 就是反省自己過 就是永遠都是聽他們在抱怨別人 對 但是像假設今天就是同一個主管 跟我和某些同事講的一樣的話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 就是這件事情我會先檢討看看 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做錯了 如果我真的是客觀看起來好像是我做錯 我就改進嘛 如果他講的沒道理 我覺得說這就是個性不合還是什麼的 就是我就不想鳥他阿 我就覺得說 白馬白馬你把我的乾貨橋段都講走了 哈哈哈哈 沒有我就跟你說我好像 我看到你那篇文章之後 我就覺得說你才把我想講的講走了 哈哈哈哈 不過我想要 不過我想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人會有這個心理啦 那剛好我最近考普通心理學有考到這個東西 其實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常常說的Ego 那Ego是什麼呢 其實Ego在佛洛伊德 他原本提的原意應該是指自我 那什麼是自我呢 他其實就是本我與超我的調停者 本我是指那個比較衝動的 比較野性的 比較符合本性的那個你 超我呢 是指道德上 你覺得你應該要遵從的典範 你應該要像這個樣子的 就你覺得說 我不是這樣 我應該要像一個聖人一樣 我應該理想中我要像這麼完美 所以這個時候自我呢 Ego 他就是一個你在本我跟超我之間的調停者 我理想我應該要像這個樣子才對啊 可是為什麼我的自我 我的本我會像這個樣子會這麼野蠻呢 所以當你的超我跟你的本我出現衝突的時候 自我就會出現在調停 那最簡單的調停方式是什麼 我們會叫做自我防衛機轉 自我防衛機轉 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合理化 因為就像是剛剛白馬說的那個例子 那個阿姨 他一直覺得阿 同事都在針對他阿 都在對他不好阿 整個公司上都跟他做對阿 欸 他為什麼要這樣想 因為他不 他要否認 他必須要否定或是扭曲 他可能做不好的這個現實 可能是我有問題的這個現實 他必須否定掉 為什麼要否定掉 因為 這跟他的超我抵觸了 他的本我覺得 我應該 要做得很 他超我覺得我應該要做得很好阿 我理想中我是一個很棒的很模範的人 結果他實際上做出來可能沒有 對 所以他為了讓自己感覺好受 為了調停 避免你這個本我跟超我之間的衝突而崩潰 所以他必須否定或是扭曲掉這個現實 這通常都是在你的潛意識中進行的 所以你不會知道阿 你如果沒有意識的去覺察這件事情 你其實是不會知道自己在幹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為什麼現在要提出來這個東西 就希望我們聽眾可以開始去覺察這件事情 當你以後開始有一些覺得不舒服 尤其是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在責怪 你可以在怪別人說 幹這不是我錯阿 他媽的就是那個誰誰誰在那邊搞我阿或什麼的 其實真的 冷靜下來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是你自己真的可能可以感進的地方 阿對方是真的在責怪你嗎 還是他只是在沉述一個事實 好像假設他真的是在責怪你 他在批評你好了 那批評的有到位嗎 你不要把他責怪你的那個東西往心裡去 可是 如果他責怪的有在點上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感進 對我想講的就這個啦 嗯 其實有些人可能還會去怪說 那些責怪你的人阿 批評你的人阿 說你用的方式不對 嘿 可是在我眼裡我只會覺得說 就是人家有人家的方式 那也許他沒有惡意 那也許人家用的方式確實是 對你而言比較不好 但不代表說他是要惡意攻擊你阿 那但是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不行阿 我認為他如果真的要指責我 或者是要糾正我 他就應該要用怎樣怎樣的態度對我才對阿 靠腰 你憑什麼 很多人都這樣 但你憑這麼好 就是要 要限制別人要用什麼方式去對你 就我眼裡看來 我看的是這個人行為背後的心 他的用意 他如果就是他的 就是個性 指導你指責你的人 個性就是講話比較直阿還是什麼的 那他講話可能比較重傷人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會覺得那就是他講話的方式阿 他又不是針對我 要我難堪還是什麼的 對啊 對啊 我想像也是這樣 那阿翰呢 我是覺得像剛剛白馬講的那個就是 會變成說我講的好像每個人都要配合他 或是說要去照顧他的感受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就知道 課題分離阿 那個 感受你自己要去負責 自己要去釐清阿 其實我以前也是 這樣的人 就是我會覺得說 你們應該要照顧我的感受阿 你們明明就知道我已經 就是 在煩惱這件事情了 為什麼你們還要這樣 就是這樣 一直就是 戳一針見血 一直戳我 一直戳我 幹嘛一直戳我阿 對啊 你不要一直講到重點 其實心裡的OS是這樣 我就會一直說沒有 那個不是重點阿 那個重點就是重點阿 然後就會腦袖成 重點是 你現在為什麼要用 對啊 你為什麼現在要用這種態度來跟我講 你那什麼態度阿 對啊 我現在好心來跟你 就是 承受我的問題 就你 就這樣一直講那些 無關緊要的東西 然後說的好像都是我的錯 其實那時候 我 現在反看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就是 自我價值感很低 所以 當有人來 怎麼講 他也指導我 或是說 對我有一些 也不要說批判阿 一些建議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他們現在就是在搶我 他們現在就是覺得我做的不好 不過這個真的 我覺得要回到 自我價值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那個很棒 因為我昨天有看到 一個智商心理師有分享 不知道是一本書還是怎樣 他有說 這本書他都教我小孩子的喔 他說當一個小孩子 他的自我價值感很高的時候 你在指證他的時候 他就能夠很簡單 承認自己的錯誤 你說是對的 對不起我這裡做錯了 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自我價值感 已經很低的孩子呢 他真的講的是孩子 但是我覺得成年人也適用 你的自我價值感已經很低的時候 如果別人在逼他 說你要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就會為了守住那一點的自我價值感 不讓自己的價值感歸零 他就會死守住 我沒有錯我沒有錯我沒有錯 就會很激動 但是我覺得這可以反射的點就是說 一來你這不只是孩子 成人其實也是一樣 有些人他自我價值感已經很低了 那我們在可能在教會的時候 在指證可能就不要這麼嚴厲 可能是用鼓勵的方式去替代指證 那第二點是當 如果我們是有這種行為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跟他漢一樣 我自己以前也是 自我價值感比較低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別人批評 別人指證 然後就是像我其實前面說的那樣 別人或許並不是要批評我 我就覺得說 幹你憑什麼啊 你講這什麼話啊 莫名其妙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是什麼態度啊 那種人 你是我肚子裡面的灰寵嗎 其實我 深有同感啊 就是為什麼 最近遇到這件事情 會讓我很有感觸 就是因為 會想要說 幹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子的人 對啊看到就想到以前的自己 對啊然後就想說 那為什麼我現在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要進結語了嗎 好啊 然後阿翰還有什麼要補充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進結語了 好啊 進結語啊 OK 那我想講就是 我們常說失敗也會成功之母吧 就是阿你看你做錯事嘛 阿失敗了阿結果 但是無論 你失敗你就一定會有回饋 你從這個回饋裡面 你就可以找阿我錯在什麼地方 我哪裡做不好 哪裡可以改進 所以為什麼失敗為成功之母 因為你可以從失敗的經驗裡面去尋找 讓你進步的東西 讓你進步的空間 可是如果 你當你什麼都去怪別人的時候 你什麼都 你就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那你失敗了 你就不會覺得是你的錯 你就覺得都是別人的錯 那當一切都是別人的錯的時候 你就把自己成長的這個潛力給扼殺掉 沒錯 我沒有錯阿 都是別人的錯阿 都是你的錯 都是社會的錯 然後你就沒有任何成長的潛力了 這個問題就是 你會想要去要求別人阿 你應該要迎合我阿 應該是你要改善阿 你怎麼會來要求我 那一切都是你別人的問題 其實你就喪失了 你掌控自己人生的權利 這就是為什麼我開頭要說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是 你要如何拿回自己人生的權利 OK 那講了這麼多 就乾貨時間嘛 該怎麼辦 雖然剛剛白馬已經POG了 但是我一樣 幫大家 統整一下 好 那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要覺察 你要知道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算到現在 偶爾還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第一時間你還是會想要 幹你怎麼可以否定我 幹你這什麼意思 你一定 這就是 跟阿亮的那個 吵架 就還是會有這種情緒反應阿 可是我覺得 像我上次看江某說的一段 我覺得他說的很有意義 他說當你 你要知道自己有時候 你的這個情緒反應 他是很直覺性的 這很果斷的 當你知道自己有這個情緒反應的時候 你要知道那不是你 那是你為了保護自己 而產生的情緒反應 你知道了 你會果斷 你會 因為人其實就是這樣 你的大腦本來就是 預設是節省能源的 所以我們就是很自然的 會產生這種反應 所以你產生這種反應的時候 你就要覺察 你就反思 欸我發現我產生這種反應了欸 那你當你 覺察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才能繼續下去細想阿 欸那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的問題嗎 你就抽離嘛 你就理性嘛 你就開始抽離 去理性看待這件事情 說 喔他這樣講 他真的有惡意嗎 他是真的是刻意要重傷我嗎 他是在批評我嗎 批判我嗎 好假設真的是 假設他真的在批判你好了 那他說的東西 有道理嗎 他雖然他的態度很差 雖然他講話很靠北 他那個嘴臉看起來很大 可是 他說的話是不是有道理的 理性上來看是不是有道理的 那是對的喔 那 有我可以改善的地方嗎 如果是的話 OK 雖然他態度很GY 但是他說的話有理 你就可以從中找到你可以改善的地方 而不是因為他很GY 你就都不理他 對 你這樣就上次了 你可以進步的機會 那 假設 他說的 東西 是不對的 或是你覺得說 好 我們先說啦 就測錯的嘛 你可以改善嘛 你就盡力去改善他嘛 那假設真的是 不能改變的東西 例如說 他在諷刺你的身高好了 像我不高嘛 他就說 6你好害喔 然後 你覺得超級靠腰的嘛 可是 這不能改變啊 除非我去做斷骨增高手術 可是 我是覺得 沒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啊 可以啦 可以啦 躺著 然後 我躺著就很高了 對 就比大家高了 你看 身高這種事情是不能改變的 或者是 如果對方跟你價值觀就不一樣 例如說 你是左派還是右派好了 阿 就他講的東西 你懂喔 其實你懂他的意思 可是 你們就是不一樣的價值觀 所以 你理解他 可是你不認同他 那他的批判你需要放在心上嗎 沒必要 因為你們就是價值觀就不一樣 放掉就好了 放掉就好了 那這是情況一嘛 那 那 情況二是 他說的東西 如果他其實根本就沒有在 批判你的意思 他沒有在擠完你的意思 他只是 講出了一個客觀事實 或是他可能是 在鼓勵你或什麼的 那其實你不用起這麼大的情緒反應 這時候你反而要反思喔 欸 為什麼他 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那為什麼我會起這麼大的情緒反應 嗯 我是怎麼想的 是不是 什麼地方被他刺到了 那為什麼會有 這個被他刺到的感覺 那我這個地方自我價值感數是不夠 那為什麼我這個地方自我價值感不夠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說的挖地雷 就是挖你的過往經驗 過往瘡傷 欸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阿 為什麼這東西會讓我感覺很 很不舒服阿那是怎樣阿對不對 那即使是這樣喔你看 你就可以獲得兩個好處欸 一石二鳥一箭雙雕欸 一是他跟你講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改善 賺嘛 二是你就可以去覺察說 自己為什麼會有這個地雷 你把它 你覺察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雷挖掉 你就了解 你就可以安慰自己說 其實我會有這個反應是因為 之前我有這個經驗 那經驗不好 所以我就會 別人一這麼講 我就會聯想到 這個過往的經驗 但其實沒有這個意思 OK你就開始接受 漸漸能接受 我沒有說這很容易 它不是一次 你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可是你要練習阿 你練習覺察阿 你練習去挖地雷阿 那你多次之後 漸漸的你就會發現 這東西 越來越不能影響你了 例如說 有些人會有一些失敗的約會經驗嘛 然後可能會被女生說 你很討厭 你很噁心之類的 從此就走心 從此只要女生 一有那個皺眉的表情 就很受傷 他這樣是不是 在那個不喜歡我 或什麼的 對 然後從此就走心 可是當你 開始挖地雷之後 你就發現有時候女生可能 皺一下眉 他只是 他不喜歡你現在 的這個行為 或是這件事情 他不是不喜歡你這個人 他不是否定你這個人 那你該怎麼做 你微調就好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他挖地雷 因為他 就是你當你的地雷越來越少 你的情 情緒強度就會越來越高 你就越來越穩 你就越來越不會被影響 這不只是在 講把妹喔 你整個人生都是 你就不會被人家隨便影響 OK 好 那這就是我說的第二個重點就是 你要那個 抽離 然後理性的看待這件事情吧 對不對 然後 其實我剛才也講到重點三了 重點三就是 真的OK的 真的是你要改的 你就改善它 如果是你不能改的 或是價值觀的問題 你就把這東西放掉吧 對啊你就接受它 不然怎麼辦 我就不高啊 我就接受啊 不然怎麼辦 如果這個女生就真的是 因為我不高 她就不愛我 我也沒辦法 膚淺 爛 你奶子也不大啊 不要批判 不要批判 剪掉 剪掉剪掉 整集歪了 我跟你講 我想講的大概就是這樣 不知道兩位還有沒有什麼想補充的 我講一下我的感想好了 其實我是一個 蠻早就 接受到 那個課題分離思想的 那 以前因為 一些原因啦 就是蠻早就知道說 就是要客觀理性的看待 身邊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 大概 其實我大概到大學 研究所 甚至術社會之後 就是 都還蠻能 接受說 就是別人對我的一些批評 或者是建議 我不太會 不太會去 覺得說 對方是有什麼惡意還是什麼的 所以 其實很多人說我脾氣很好 其實就是 就一個原因而已啦 就是我看事情很客觀 對啊 那 這等我們以後 談到就是關於 課題分離這個的時候 所以我可以再講深一點啦 沒錯 沒錯 但 就 我 我覺得我還有一個地方 是蠻需要 需要再努力一點的 就是 那個 面對一些 以往的創傷 大家不要看我這樣 我以前還是有很多一些創傷的 那我是 我是大概 2018年的時候 就是 學了Inner的時候 才開始真正去正視 以前 就是可能在 在人際關係啊 然後或者是 那個 男女互動上面 就是 遇到的一些挫折 不然的話 就像你講的嘛 人都有Ego 其實 有Ego在的時候 你很難去面對以前的 就是你 受挫的部分 然後去正視它 去承認你以前 真的哪裡 不好 哪裡需要改進 然後去挖地雷 去做調整 對 我在學Inner以前是 不太敢去做這件事情的 對啊 就是 Ego還在那邊 那 我覺得 這都是需要去訓練的啦 要去磨練 就是 這真的不容易 因為 在我們群組裡面 其實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人 就是他們可能還 不太 不太 不太敢去面對 自己 就是 一些受挫的部分 然後還有 例如說可能跟女生約會啊 然後不敢推進 我發現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些人他們 會一直找一些 無關幾樣的理由 來說 為什麼我不推進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啊 可能會 例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怕我推進之後 然後之後他就會糾纏 我想要跟我交往啊 OK喔 可是 可是 你就沒有推進 你怎麼會知道 說不定根本就是你想太多啊 然後你 你不推進的原因是因為 你怕被拒絕 只是 你沒有去承認這件事情 但是你用另外一個理由來 來跟我說 為什麼你沒有推進 我覺得 我覺得你 這樣子的人可能 真的要好好的 鼓起勇氣去面對 自己就是 不敢推進這件事情 像我以前 像我也是學了音樂之後 才敢承認說 就是因為怕被拒絕 所以我不敢推進啊 那像甚至上 現在我 我就是 如果 就是我也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可能就是直接承認 對 所以各位聽眾 在聽我們這支Podcast的時候 你不要太走心啊 我們不是在針對你 就是 沒有啦 就是一個普遍情況 對 我們自己也都是這樣子 走過來的 大家都一樣的經歷過 對 阿如果真的 就是聽了我們這樣子講 發現說自己有這個問題的話 就去做調整就好啦 對啊 就像阿亮講的 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我們 對啊 對啊 所以 就像前面說的嘛 就像前面說的 你 就是 可能有些人聽了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 對啊 你就 那要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 就接受啊 那如果是你能改善你就 去面對它去改善 我們會不會講完這集之後 粉絲流量就 粉絲就 失去一堆了 爆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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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聽我路人了 挖出我的窗上 難過死 痛苦者 又不要聽了啦 他們前面那段是不是在針對我 我覺得我好像不敢推進 沒有沒有 我們也不敢推進 我們也不敢推進 我們以前也不敢推阿 都一樣啦 懂了 我可以講了嗎 阿漢你說什麼 我可以講了嗎 你可以講了嗎 請說請說 就是 其實剛剛阿亮講的那個 那幾個重點 我覺得 使我改變最大的 就是那個重點一 絕場 我這邊再次跟大家宣導一下 你們真的平常生活上 可以多多覺察 因為我就是從覺察開始 就是 改變很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覺察太重要 你每天去想想看 遇到一些事情 或是一些 工作上的問題 你就去想 覺察 為什麼我的情緒會這樣 我就說 為什麼 他剛剛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情緒會如此的激動 應該 就是 怎麼講阿 我很喜歡觀察人 從以前就是這樣 後來我知道 覺得 我都一直在 觀察別人 但是我自己都忘記觀察 對 然後我就開始覺察自己 然後發覺到我自己的地雷點 真的是他媽超多的 哈哈哈哈 可以 對 所以覺察很重要 大家要多多覺察 不要聽聽而已啊 說真的啊 我們又可以從那個主題 又可以延伸到一堆東西 像剛剛講的那個 就完全把那個先炸再微調 就是也是 是啊 對啊 你不炸你怎麼會有回饋 你沒有回饋你怎麼回調 對啊 這是一個吧 那另外一個我想到的就是 像剛剛阿翰說 練習覺察這東西 為什麼我們其實常常學了inner之後 你熱度感受會變好 你有什麼妹子在想什麼 我們會知道 我們為什麼可以換位思考 因為我們覺察能力很強阿 對啊 我們覺察自己 已經覺察習慣了 所以我們在覺察別人的感覺的時候 你很快就可以換位思考 說欸 他現在這個表情代表什麼意思 他已經變成一個被動技能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開著 對啊 以前你要主動去覺察阿 對 現在到後來就成習慣了阿 你匮乏的時候馬上就能覺察到 對啊 對啊 這好像你還可以大方才繞得對阿 我就匮乏阿 我就匮乏阿 以前不能 沒有我怎麼沒有阿 沒有以前可能 連覺察匮乏是什麼都不知道 對對對 然後就一直做錯誤的事情 對啊 現在是 對現在是只要有匮乏就會覺察到 對啊 真的 好啦 那結語 還有嗎 還有一個 我講一下就好 就是 一樣是關照自身 這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 現在回到把妹這一點 就是 假設你在跟女生互動的時候 或者是交往的時候 然後就是 心如果不是放在自己身上 而是放在對方身上 你就會 你就一直往外求 認為說 欸對方會不會哪一天跑掉了 然後 就是 哪一天劈腿了 所以你一直去限制對方 限制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但這件事情其實你應該關照自身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提升自己 然後 讓自己心態成熟一點 然後 想辦法維持自己的信息 你 就回到自身 反省自己 以前 就是 是不是有過什麼創傷 所以你會害怕對方跑掉啊 什麼的 對 應該是要回到自身 而不是一直往外求 去限制對方說什麼 喔 你以後的通話紀錄都要給我看啊 你的對話紀錄都要給我看 你去哪裡都要跟我報 對 你越這樣對方反而越想跑 沒錯啊 台灣很多父母都需要這個 嗯哼 對啊 父母需要啊 一樣嘛 這件事情你要 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你的心要拉回自己身上 往外求是不對的 要往內關照 去反省自己 當你真的做到我剛剛講的那些 其實你會發現說女生 那些人 基本上 不會跑掉啦 對 對啊 基本上 然後像有另外一個極端嘛 就像剛剛說 阿翰說很多父母都這樣嘛 你看有些小孩就是很乖啊 從小到大都 父母說什麼 他就喔喔喔喔 結果到最後他就變成沒有主見 然後就什麼事情都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就 嘖 我不知道怎麼講啊 就是你看他的人生也不是自己的啊 他的人掌控權不在自己手上啊 他沒有自我啊 都是父母幫他控制那個啊 去路的 然後這種東西就會複製嘛 所以他以後有小孩子 或者是他可能交辦理 他就會想這樣控制人家 嗯 所以就 如果是一代一代的影響 一個一個影響一個一個 我真的覺得 INNER就是 一扣 一環接一扣啊 這 環環槍扣啊 每一個東西都 又都扣在一起了 可以延伸講很多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拉回主題上 雖然剛剛已經幫各位做結語了 我在結語一次 這是用很簡短的方法 重點一你要覺察 重點二你要維持理性並抽離 不是說你不能感性 而是你要理性的看著感性的自己 好這聽起來很難啦 如果 對 不懂的話你可以上網查查看 或者是在私訊問我們啦 好不好 嗯 那重點三就是 改善 或者是放下 接受他 OK 好那我們終於頭尾呼應了 雖然這集講了很多東西 這集講了很多東西 如果你做筆記的話可能會很累 但是這集含金量很高啊 真的很高 我們這個順著flow錄了一集 不小心就噴了太多東西了 真的 就很有感觸啊 真的很有感觸啊 OK好 希望各位聽得開心 那希望今天跟我講到話的 希望我趕快推出的那三位粉絲 也聽得很開心 OK 我們是溫路人 希望我們的粉絲不會暴跌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掰掰